前两天我发了一篇博文啊 说孙海英吕丽丽萍夫妻被封禁 现在呢他想回国养老 网友纷纷的发生抵制 文章发出来之后 有几百位网友在下面评论啊 关于这个孙海英嘴炮的一些事情 我也不是娱乐圈的人 也没有什么资格去做出评价 但是有一个点我还是想说几句的 就是关于他说的这个 同恋就是同志 就是犯罪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个人觉得啊 这既不是病 更不是什么犯罪 因为他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 妨碍别人的事情啊 对不对 有些人啊可能叫着说 但是他们的结合不能传宗接代 生儿育女啊 这本身就是逆本能的 但且不说现在科学技术的发达 如果政策宽松的话 同恋是可以结婚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 养育自己的孩子的 在很多国家 其实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就说他们不生儿育女 传宗接代 这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啊 就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算是异性恋 他也会选择说我不结婚 或者结婚以后 我选择丁克不生孩子 难道你说他们都有病 都是犯罪吗 肯定不是呀 在亲密关系里啊 其实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年龄不能定义一个人 比如说我的生理年龄 可能是46岁 但是我整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什么样的心态 当下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对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希望 跟46这个数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46这个数字 他不能定义我 同样的我觉得 性别也不能定义一个人 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 男女从小都受到平等的教育 长大之后都有平等的工作机会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状态 和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 有的时候那种纯粹的性别意识 反而是我们人生成长路上的束缚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啊 就是当我不再去思考一个 46岁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应该穿什么 应该表现出什么样的行为 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但我也不再去思考说一个女人 一个女性应该是什么样子 一个好女人 好妻子 好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 当这些思绪都不再对我有一丝一毫的干扰的时候 我才真正的成为了一个自由的人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童恋啊 它其实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渴望 欣赏和爱慕 而不是局限于说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而已 拼着你 感谢观看